大家好回来了 今天的vlog内容呢就是 大家问了很久很久很久的文具分享 就是平时我用的什么文具 然后比如说铅笔和数的 就等等了 反正就是大家一直跟我说 想要我做一个文具的分享 那我当时想了很久 主要做文具分享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分享我的文具 就是拿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我想了一阵子 然后就决定今天来做一下 嗯我依旧没有想好 我应该要怎么给大家分享我的文具 但是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吧 我从我的书包先开始介绍起 就每天上学带什么东西 然后因为我这是念第三个学期嘛 所以其实我第一个学期 第二个学期跟第三个学期 用的文具 学习文具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就都一一跟你们说一下吧 那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还挺爱写东西的人 就是上课画画小画呀 或者是写笔记 我都还挺喜欢就是用纸跟笔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习惯用电脑做的记 好话不多说 我先从我书包里的东西讲起 那平时我上学我不一定带一个包 但是通常我的习惯是带一个后备包 就如果我需要电脑的话 那如果我今天比如说只需要用笔 呃练乐团的话 我可能就手上拿一个笔就去了 所以我每天带一些东西不太一样 要取决于我上什么样的课 但是日常比如说今天的话 我带的是很重 是一个这个很大的后备包 那平时我用这个和这个包比较多 那这个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黑色的 是我第一年的上学 这个是第一学期上学之前买的 然后因为它有点那种防水的尼龙固材质 所以我觉得比较耐用 所以我通常上学的话就是这两个包包 然后就看怎么搭配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再跨一个小包 比如放钥匙啊 或者是放呃补妆的小粉饼啊什么之类的 前面这一格我会装一些小东西 比如说像钥匙 我这钥匙扣是就在Berkeley的书店买 然后现在已经很脏 它的衣服已经脏掉了 然后还有一些零食 坚果棒跟就是这种饼干型的 比如说就是肚子饿的时候 课间可以吃 然后还有一个AirPods 我觉得AirPods很可爱的小刻子 所以我前面的口袋就装这些东西 有时候这些东西也就放在我的外套口袋里 都不一定 反正看状况 首先有一个化妆包 这个也不是每天都会戴的 是一个起点 一只口红这样子 有时候上学根本不化妆 早上起不来 有一个钱包 然后平时我也很少带钱包出门 因为我 不怎么带现金 我不太习惯带现金 我还是习惯手机制服 所以通常我出去逛街什么的 就是才会特别带卡出门 不然平时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然后接下来介绍就是跟文具有关系的了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背景 有特别的布置过吗 因为我刚刚本来想说 就去我平时就是窗前面那个书座路 但是我心想说大家可能就是看到那个景看了很多 所以就换一个地方拍 只是这个地方的setting就花了一点时间了 我现在前面是拿了一张椅子 然后架了一个ipad 然后又放了一个充电宝 才把我手机架起来 带一个水壶 这水壶是我姐给我买的 保温水壶 反正就挺方便的 它可以就是放到这个小袋子里 然后通常我就带温水出门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应该就是早上 我就不一定每天都在 但早上有时候想喝牛奶或是豆浆 我就放在小的保温杯里面 接下来就要介绍我上学用的文具 算文具嘛就是电子彈品 这是我的一个电脑包 然后电脑包里面就会有电脑 然后这些脑上面呢我这里贴了贴纸 然后我妹说很丑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 她可能觉得我贴的这个位置太浮夸了之类的 电脑没什么好处 就平时有几堂课会在用到电脑 比如说跟软件有关系的 或者是要打谱的那种 这个是我的App 这个是我的Apple Pen 然后这个是我必不可少的东西 然后我的iPad和Apple Pen 他们没办法合在一起 因为新款我知道它是有一个磁铁 然后可以这样吸上去 但是我并没有用那个 因为我还在用旧一版的Apple Pen 我这脑包还会有的三样东西 就是一个就是Muji的 它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平常写 就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做完就打一个勾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忘的人 所以这里反正就是我每次就抽出来一张 然后把它贴在比如说我的iPad上面 或者然后最后反正有没有打勾也不是重点 但是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我就写的特别详细 比如说记得要装水 然后维他命或者是说什么什么 就是很细节的我就会写在这个上面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写的东西比较多了 这个我也用的比较多 这也是无音良品的 然后它就是可以写比较详细一点 比如说今天我这门课我的什么作业 然后可能是哪一页 这个还是以记事的为止 然后这个就是今天必须完成的事情 这两个是我使用率比较高的 那这个是我新买的 它叫Memories in a Pocket 它就是一个比较硬一点的材质 就是我是在网络上买的 然后它那一页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它这里有一个小口袋 然后就可以放一些 比如说今天买东西的收据啊 或者是坐飞机的机票 然后写一些文字 我只用了一页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每天都要用 但是并没有 但是我每天都把它带在我的包包里 上两个学期呢 可能我比较偏向就是买这种 上学期的笔记在这儿 就是我这样一页一页写 然后就买那种 它有附就比如说几孔的 然后就放上去 然后你可以把每一个课做分类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是挺方便 但是老师有时候拿这种 SA的时候 他不希望你用这么小的纸 但是我很讨厌大的笔记本 所以其实还挺麻烦的 第一个学期的时候会用的方式 然后就会买很多这种binder 这种夹子 比如说这每一门课 然后就把老师发的东西 全部都放在这些夹子里面 但是上八九堂课就会有很多很多个 再加上这个 就是等于说你包包里要放 特别特别特别多东西 挺麻烦的 上两个vlog里面写的那些 就是英文说写字 我就是在iPad上面写的 然后我就是这样子 我会让张导一个一个把它 就是抠下来 我用的这个app呢 是大家推荐给我的 有另一个特别好用的 然后我忘了那个app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会放在这边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goodnotes呢 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可爱 它的整体的设计也比较简洁一点 看这就是我当时写的 vlog59的 还有58的 平时我上课的时候 我用的就是这种无线谱的 接下来呢 我就是要给你们看一些我的 杂七杂八的文具小物 就我的小文具小假物 我就拿一个 这样的盒子 一个dolfi的盒子 装的 然后里面就是一些 比如说我买的小贴纸啊 一些可爱的小笔记本 这些都很多是我的回忆 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丢这些东西 我没有就习惯丢 丢掉就是我小时候写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几年前写的 所以会有一些小本子里面 会有我以前的一些小日记 或者是小想法吧 这个呢是一个迪士尼的小本子 是我两三年前在东京的时候买的 然后里面呢就是我之前写的一些 关于我想写歌还有 我音乐会当时想做编 就是想做编排的时候的一些笔记 就是2018年的 反正就看了就挺好玩的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小笔记吧 就是 就写有些东西看 我写什么 不要害怕做错 不错一错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 就小时候给自己写的鸡汤 这个也是就是一些就是平时的想法 但是这个比较好了 这个小本子为什么我喜欢 是因为它有虚线 你看我有撕掉的痕迹 就是因为我这个纸会撕掉 然后贴在比如说板子上 它就有一个小小的虚线 你可以把它撕掉 当时我去年去小姐姐的花店 呃 也用了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呢我拿来贴一些 机票啊 然后一些 就是小的纪念的东西 就是当时去 Snow南法的花园的时候 然后 你看还有这种 当时就喜欢弄这些 还有机票啊什么 我就把它当成有点像手杖 所以这本算是手杖本 这个本子我就跟这个对比起来 我更喜欢这个 然后它的厚薄度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比较薄一点 就是我前面有夹东西嘛 然后这个是比较硬一点的材质 还有一些纸胶带平时会用 我还有一盒纸胶带 但是 这盒纸胶带呢是细的 但是渐渐的呢它就会一直不见 所以就没有 没有线带没有所有颜色 但这纸胶带我也挺喜欢 这个牌子纸胶带特别好用 然后有一整个袋子的小贴纸 这个小包包呢是 呃我的朋友Mia跟 就一个牌子都联名的 然后我觉得很可爱 它还有出化妆包什么 但是这个我就反正拿来放贴纸 反正都是透明的 所以很可爱 它上面是一个小恶魔 透明的贴纸 还有这种爱心的 笑脸的 这种小熊的 像我就是刚刚贴在iPad 不是iPad 刚刚贴在电脑上面 就是这一些贴纸 反正我当时就看到网上游 就觉得好可爱 还有这件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 我第一个学期用的那种打孔的 然后它就是 你可以自己买这个补充 其实这还是觉得挺好用 只是 嗯 iPad就是期待的色彩 然后这就是我平时 写的那种无线补质 还有更多的笔记本 这两个笔记本 是我觉得很好很好用的 它们两个是同一个牌子 然后它这个皮非常非常的软 这个呢是当时 我拍大猪仔的时候的笔记 看看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看 天哪好像不太行 因为有写给自己的小鼓励的话 我觉得很尴尬 说转到A上面写日记写说 一转到A组还是比较紧张的 角色上还是有设定的问题 好好笑哦 我每天都记录我自己拍的每一场戏 然后还有说今天状态还可以早上哭戏 嘿嘿嘿 拍戏的时候的小日记 然后这一本呢就行事利劳 然后这个更多 都是回忆啊 还有什么新年新希望 要做一个善良 守本分 不害怕失败 用心认真 面对生活的人 要懂得孝顺 懂得感恩 还要写 就今年看的电影有哪些 就记录电影 然后呢这个本子听出来 我一直没有用 因为我舍不得 反正就是去年去南法的时候的一个小分子 然后里面 还有就是干掉的话 就是当时自己摘的 哦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用 它没有就是写好日期 所以你就可以随意 反正它这个可以放在桌上 所以我觉得挺方便 就对于需要给自己鼓励的人很合适 因为你就可以写说 这个礼拜又是新的一个礼拜 要加油啊什么的 然后看到就会比较 能激起自己进步的心 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上两个学期的 就是资料夹吧 就每一堂课这样子 这就是我的小杂物盒 然后有一些笔记本 哦 然后这个是我的铅笔盒 但基本上现在我有iPad之后 我不怎么带铅笔盒出门 但是这个铅笔盒还是 就是击结了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铅笔盒 这个笔呢就是一个麦克笔 就是比较粗一个 但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和相比起就是这种 我就会更喜欢这种 然后这是我唯一的水性笔 然后是0.38就比较细的 我最常用 而且我买过最多的就是这一支 这支是我最最最最最最爱的一支笔 就是什么颜色都有 但是我觉得就是它的细度和滑度 这支笔呢就是纯属可爱 就这支笔也跟着我好久了 然后这两支自动铅笔 是我最喜欢的 但是硬要说二选一的话 我可能更喜欢这一支 这支很多人都在用 我觉得没有一支笔能超越 我对它的喜爱 更多是感情分吧 从小学到初中就一直用这一支 就不是这一支了 但是是这一款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在用iPad看任何的视频 其他东西 就是我都用手机在看 我的iPad只用来做笔记 所以我的文具方面就是这样 我还是挺喜欢有纸笔的感觉 就比如说有时候朋友生日啊 或者是给妈妈写封信 我还是觉得偏像收写一个卡片就收写 所以今天我的文具介绍就到这里结束啦 然后我想看还有什么 就希望你们喜欢 当然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 会做笔记 或者说很会写手杖啊 很多很可爱的东西 就是我的东西也就是慢慢一点点累起来 但是我觉得反正就是分享一下我平时在用的文具 嗯哼好吧 那今天我的舞蹈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